你知道好与无荒公司的眼光到底有多好吗 勇往的爆款神曲 有一半都赤字他家 连央视都爱得不行 买来版权重新填词 成建党百年主题曲 继续火爆网络 能备央视任可的公司 到底还出过什么优质歌曲呢 歌曲篇章是音宗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的主题曲 歌曲很难 尤其是张韶涵的部分 他尽量有力的声音向一记重拳 敲醒正处感迷茫的人们 自黄霄云将这首《星辰大海》一唱成名之后 这首歌中暗藏的内质感就被央视看中 买来版权重新填写了歌词 作为县礼建党百年的主题曲 结果没想到比美改前还受欢迎 歌曲《时光背面的我》由刘志佳韩童演唱 自去年七月份歌曲发行以来 这首歌的热度就没降下去过 虽然被冠以网红歌的称号 但歌词不口水 作曲也没抄袭 反而很有记忆点 不得不说《好月无荒》在选歌上 确实有两下子 歌曲《莫问归期》由讲曲而演唱 古典的曲风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旋律洗脑 歌词好记 感觉多听几遍就能跟着哼唱起来了 歌曲里的答案由阿荣演唱 热血的演唱和激励人心的歌词 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恰好这首歌切中了时代的声音 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一遇无数人前行的力量 歌曲《大风吹》由王赫爷演唱 因为发行后歌曲太过火爆 直接将王赫爷的网红身份转变成了新生代歌手 除此之外 他演唱的那首《晚风心里吹河》《秒针》 也都是出自《好月无荒公司》 《晚风心里吹吹传我的泪》 此风将把你追 一夜闪闪 尝我的秒针 明明中看我轻轻感应这共产 这样一看公司还挺执着于让王赫爷唱乐语歌的呢 不过公司也确实压对宝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讨阅无荒公司的眼光如何呢 你觉得宝贝尔它阳务音 我听到你为什么没有 你为什么不听到你怎么听到就 你为什么不听到我